电商造节到底有多夯 以前只有夕阳情人节 白色情人节 近年电商崛起 从双11双12 电商造节推升买气 已成了零售新指标 全球从东岸到西岸 从单一平台的促销宣传 到现今已成为全球性的 电商嘉宁华 如今人们购物消费的方式已经改变 为了零售有什么新趋势呢 今天透过此文章 跟大家来分享零售三大趋势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十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阿峰 我们今天的报导来源是刊登在 2019年12月20号 蔡博景先生所撰写 并刊登在苏维时代的双12过后 从全球狂热的电商造节 看未来零售三大趋势 第一个趋势 从市场和商品端 切入新的消费供给 首先是新兴消费 过去消费者的购买逻辑 大多是针对某样商品 观望已久 等着电商购物节大促销下单 热门商品往往在瞬间就销售完毕 但今年天猫双11购物节就有新的现象 不少品牌透过本来就可 汇集眼球的电商购物节主打 新品首发上线 让品牌获得巨大曝光 根据台湾资设会调查 今年双11前 基金有高达96.2%的网友 注意到双11相关讯息 而且有高达70%的网友 加入双11的购买行列 也因此有许多品牌商家 从购物节前起 即开始预热宣传 将商品升量在双11活动当天 推到最高点 不仅可借此挖掘新的消费需求 也满足消费者有更多 新品可买的购物欲望 像阿峰本来本身在双11的时候 就有去UNIPAPA購 UNIPAPA在双11以前就做宣传 到双11当天就把声量拉到最高 而且在双11以后 持续做宣传跟行销 好 第二个趋势 内容电商影音直播带货 购物更好玩 第二个是新兴体验 过往双11一家AR体验 导入在电商各行销活动中 更引进360VR的技术 环景的情境购物体验 同时电商业者也积极布局影音 并在电商购物节透过直播 来聚人气来聚众 吸引消费者的眼球 提升直播带货的消费驱使 像是今年中国的口红一哥 李佳琪光靠他一个人直播 在双11他透过直播 引导的成交额就超过10亿人民币 在身据影响力的网红和KOL的推荐介绍引导之下 购物不在这单方面的点击下单 大家有更多的互动性 娱乐性跟话题性 可以去做分享可以去做交流 第三个趋势 技术演化促使零售升级 第三个趋势是新兴科技 每年的电商购物节 不单是零售战 也是科技战 也是技术上的眼睛 这才是促使零售升级的关键 新技术能不能经过考验 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如何用更小的投入 就是成本更低 创造出更大的产出 就是更多的效率 更多的技巧 关键核心点就是效率 像是导入AI技术 透过机器学习 打造更清楚的个人化服务 依据个人喜好 推荐不同的商品 从大家看到 一样的购物资讯 到现在是千人千面 每个人的资讯都是客制化 每个人进入到电商平台后 你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 个人化的购物商品的信息 甚至连行销信息 如EDM 如简讯都能量身打造 并利用AI的技术 自己产生 Banner跟广告文案 每个人都不一样 而在物流的地面站 也是新兴科技的重点战争 像是美国最知名的电商平台 是美国的Amazon 最近才刚揭晓了 自行开发的送货无人机 最高的载重是2.3公斤 为什么是2.3公斤呢 因为根据Amazon过去的数据来统计 因为80%的包裹 都是介于持重量之内 未来将能大幅提升运送的效率 他们透过AI分析过往的数据 预设每个地区的热销商品 提前先把货物运到连近的仓储 它加快了出货的时间 好的 今天的每日商业的文章就到这边 在这篇文章里面你会看见 不论是双11双12在台湾的知名度 已经塑造成优惠跟折扣的代名词 看到这边 除了开玩笑 说着再买就剁手说以往 其实电商造捷最大的货益者 还是每一个消费者 但是平台也透过双11跟双12经验 他们可以在不同的预分 推出不同品类的行销方案 他们也开始在平台上面增加科技的含量 它增加消费体验的新鲜感 而且也因为双11跟双12的爆棚经验 能让电商平常在平常的 短时间的节性的促销里面 也更了解怎么去掌握消费者的需求 所以思考着如何让电商联合造捷 把整个产业做大 经过时间的累积 消费者知道这个时间点 就是每年强好康的时候 如此才可以成功创造 互利双银的好景况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 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下方资讯栏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就是焦点观点加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